昨天中天新聞部的主管 到NCC去備詢 NCC的委員會的召集人 洪真林問他說 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 他說是世新廣電系 他說廣電系 廣電系你有受過新聞專業訓練嗎 連世新廣電系 可能這個背景都覺得沒受過 這樣子問嗎 對 真的是這樣問 小燕姐我可不可以插播一句 我現在沒有要講很多 但是我們的NCC的副作委 他是念電機工程 他是微博專業 他也沒有新聞相關 昨天出來對這個新聞 對 他居然是這樣問 那這樣是不是也質疑到 他們自己的副主委 並沒有新聞相關的專業 這是我們中天新聞部的助理總監 他是世新廣電系畢業的 主務 委員問他說 你有其他新聞專業嗎 你們就是派錯了 新廣電系就是專業 派你的話 你去內循你也沒辦法通過 你有新聞專業嗎 你委託我去的話就沒事 我會跟韓國一樣 就是說你問我這個 我講別的 讓你一點 然後你沒話可說 到底是這個問題有疑問 還是說這個答案不對 就是當整個NCC已經把你看成 反正我就是非法不可 你做什麼都有問題 連世新廣電系的資歷 他都覺得你可能沒有新聞專業 忍耐一下 忍耐10個月就沒事 然後現在對於中天 倫理委員會的委員 認為他沒有新聞背景 你就跟他糾纏10個月就沒事了 沒有 他限期你一個月 他就知道 而且限期一個月改善 這也是公家機關 非常罕見的一個期限 一個月的時間 公家機關一個公文往返 通常三個月以上非常常見 有限期人家一個月內 要做這麼多的事情 而且這些事情 通通都是要你同意的 那你就回答一個月未免急迫 你說掙錢輪替 起碼還有13個月 所以等13個月以後再回答他 他就讓你13個月之間先停播 的確是 我們在一個月 我們常在立法院要求 有看過一個月這種限期了嗎 要求學院部門一個月 他還在跟我三個月 淡年 所以其實這個 你看對你們是多麼的苛可 但還是回過頭來講說 都怪你們收視率太好 然後讓他覺得說 2020的這個政權保衛戰 受到了危急 所以我覺得這最大的問題是 他就認為說 你們現在這樣抱下去之後 讓他們的支持度 只會越來越糟 然後可是最大的問題是 剛剛不只是說 叫不准巨龍宏光 他只准英德巨龍宏光 是不准國瑜鳳凰展翅 所以如果你今天鳳凰展翅 是針對英跟德 你也沒有問題了 他不是不准鳳凰展翅 是不准國瑜鳳凰展翅 所以你是對象的問題 如果你今天是放在英或是德 你就沒有問題了 德的巨龍 英的聖光 所以像剛剛那個聖光 剛才有維翰提到 我把那個文字念給大家聽 叫做說 還說在聖光乍仙那一段 原被雲層稍微遮住的陽光 在祈禱快結束前 突然從天空灑下 聖光氛圍充滿現場 這是蔡總統的祈禱早戰會 對 所發生的神蹟 隨發的稿子 這個就是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 所以這就是讓我們看到 非常可笑 我們只要真的隨便舉一兩個例子 這種例子是不勝美舉 剛剛講到不管你是93%的民調 或是在那時候選舉前 韓國瑜的 你看還有什麼賠稅說不是嗎 那時候有 蘇貞昌有震怒嗎 也沒有 或大家講的那個 那時候反正一大堆 我們想到一大堆新聞 但現在回過台就講說 那什麼叫做報導比例過高 說實在的 如果以韓國瑜來說 現在很多台報導都高 因為報導它有收視率 大家想看前一陣子 四年前紅的是誰 柯文哲 那就不是一樣嗎 幾乎各電視台都派了 不知道多少組 一樣跟著柯文哲 如果要講的話 當時你2015年一樣 跟我們立場 比較不一樣一家電視台 半年播了417條 總時數大概是14.4小時 而且我只有針對 標題有柯文哲的 他就佔掉 半年就佔到14.4小時加起來 那選項他有沒有過多 所以還是國瑜的標準 到底什麼是標準 所以還是我也覺得NCC本身 主委那天 我覺得他是受很大的壓力 蘇貞昌一說誰也管他不到 他也什麼都不管 其實就是在那天我們就想到說 一定再來就要中天 大概差不多就是要被開罰了 然後那時候在 沒有辦法 要想辦法管 然後好像一副NCC真的很獨立 NCC哪時候 不是台在選舉權約大家去喝咖啡 還說如果你怎麼樣的話 就罰你20到200萬 不過也都講了嗎 所以今天再回來講說 有關於蘇貞昌下指導期 還有在那個時候 在立法院裡面文會質詢 民進黨立委就是一副說 你再不處理 你這個主委就給我下台 那現在大家都在保官位 所以真的要罵的 我覺得真的這網上 就是民進黨政府 根本不重視媒體自由 根本沒有把所謂民主自由 放在眼裡 然後就直接就介入到媒體 來前置我們的新聞自由 而且要跟大家說 各位朋友 今天前置新聞自由這件事 你不要當作說就是中天的事 這真的是全台灣 大家要很慎重看待這個事情 因為今天他管了媒體 大家要管的是 你陳大老 你今天在想什麼 你講了什麼 以後我們人民 要不要連言論自由 現在已經就都講了 要修設違法 來什麼假新聞 假消息 要修設違法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一步一步 真的就像我們走回 以前民主道會威權時代 這樣子一個綠色恐怖的氛圍 所以真的不要把它當作 一個獨立事件來看 要非常慎重 我真的希望大家 一定要一起反對 這樣一個對於 開罰中天這個事情 要把它當作一個 前害台灣媒體自由 前害台灣自由民主 很不應該的一件事情 這種事情就是非常的荒唐 荒唐的事情 你用嚴肅的態度去對付它 這個我們的觀眾沒有印象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我對NCC的委員 或是主委 真的覺得他們很可憐 我勸大家 以後政黨還會輪替很多次 當一個政黨面臨衰微 或一個政權面臨崩潰的時候 像這些獨立單位的委員 應該趕快提示修成 要趕快走 要不然上面 你是說怕會晚節不保之類嗎 對 因為上面的壓力下來 你不曉得如何示好 最近都流行說 長者不仁 右者不義 這個是上者不仁 下者就不義 只好不義了 你要罵NCC嗎 你要罵NCC 上面的人才對 我們今天其實罵NCC 他們也滿可能要吃人飯 要做這些事情 我倒是覺得 如果標準一致的話 該罰的事情多了 我們不能否認最近這幾年 這個媒體的品質下降得非常厲害 都像美國的那些小報叫Tabloid 很像 很像 你要罰的話通通罰 一律通通罰 你不能專是挑一些個案 讓人家不服氣 如果中天該罰 有的時候我也覺得中天該罰 就跟別的台一樣 中天該罰的事情 也不是這兩樣 因為我覺得相對來講 這兩樣應該是 所有我覺得不爽的案子裡頭 相對比較情節輕微的 你說那個龍也好 宋皇也好 這個台灣人就是喜歡看一個東西 就把它想像成另外一個東西 譬如說觀音山像觀音嗎 肯定那個原石像Nixon嗎 我覺得一點都不像 但是那種互惠 因為跟這種個人的偶像 這個崇拜又好像不太一樣 所以那個就沒罪了 我覺得現在這件事情發生 中天大概有沒有請律師 有吧 這一定要採取行政救濟的 對 我覺得其實不 我替你們講就好了 譬如說韓國瑜的coverage太大 你說你不用擁抱 韓國瑜只要宣布他不選了 而且絕對不選 你這個coverage就下來了 現在民進黨都假定他要選 或者是明年韓國瑜當選總統以後 我不只韓國瑜的coverage會下來 而且偏南的電視台的受視率 也會下來 當執政者的成績越來越不好的時候 現在的在野黨的電台的受視率 就會上去 這是自然的現象 對不對 你何必緊張 你說沒辦法 上次要我這個樣子 我有什麼辦法 所以他們真的是很可憐 所以今天我覺得當然你們是 把這個焦點放在NCC這些主委 發言人的身上 不過因為他 我覺得對右邊的這些 改正措施的建議 我覺得更荒唐 這個如果你們不曉得要怎麼回應 我有一個建議 我說應該是 本新聞部應貴會之間的指示 我們做如下人事的修正 的改正 第一點 我覺得本部願意增加 黃偉翰跟陳輝文兩名 因為他們兩個人當紅資深 而且科班出身 所以對新聞的品質一定有進步 所以要送到NCC審查是不是 第二點 他沒嫌 你們待會麻煩把履歷資料交一下 第二點 NCC NCC嫌 中天新聞部的學者背景 好像是嫌不夠 他選倫理委員會的學者背景 應該是 新聞專業不足 奉老闆的命令 即日起把特約來賓 電子報的社長賴岳謙教授 調升為新聞部的主任 這樣好不好 因為他的背景最好 學者背景最好 爸爸要做什麼 爸爸在這裡 你要哪個位置 爸爸在這裡大財小用 對不對 第三點最重要 我們準備把彭文正 請來當顧問 因為第一點 彭文正代表沒頭路 還有彭文 你確定是同一派系的嗎 對 彭文正沒有用 現在有兩邊 你要對陣下去 對 你要對陣下去 你這樣可能下錯毒藥 不是 有 你這個在頭上 想要不夠縮嚴才會出事情 彭文正代表沒頭路 這個不是基於側隱之心 要請過來 因為他台大新聞所所長 所以背景沒有問題 學者身分沒有問題 但是你看他在節目裡頭 所做的小眾民調 非常的荒唐 在誤導社會大眾的看法 對不對 你說剛才那個93%的 這個還沒有關係 這個還不重要 因為彭文正的觀點 彭文正的論點 剛好跟本台南遠北側 所以矯枉必須過正 沈大佬也願意免費 當本台的總顧問將好不好 總顧問 總顧問的這一句 最重要要發佈是一個節目 前面差點被剪掉 因為沈大佬以綠營的背景 甘願受眾人的託罵 而來到深藍的電視台 一個禮拜還來兩次 大家都罵我 老共罵我是綠區 綠燈罵我是背叛 你看這種人進入本新聞部 以後的問題 以後類似的問題就不會再發生